我以前問問你一關土地的土糧的一個檢驗報告 他說他種的是黃金果,要如何改善土糧 之前聽你說用硫磺粉改善鹼性土壤 是不是可以用硫酸胺? 兩者的差異 來,老師 這個東西就是硫酸胺當然可以 但是硫酸胺我們在硬的一個 就是說你現在在這個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我們的土糧是為什麼 我們會去用這個 就是說就會去想要 就是說你想過一條鹼性 想過一條鹼性 我們要往酸性去給它調回來 這個最主要是這種 就是說因為它是鹼性的 所以你要往回調 這個要給它往回調的一個重點就是說 一般是用這個硫酸根 就是用一個硫磺粉 硫磺粉因為它慢慢融水料 在土壤裡面 它也慢慢變一個酸性 所以它的變的那個速度會比較慢一點 有點緩和 所以但是它沒有這種 它也沒有什麼肥料 什麼樣的性分 所以它就比較容易去操作 我們如果是用硫酸胺也可以 你如果是慢慢用它 也會變酸 所以你在用肥料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濾化夾 用這個硫酸胺 這種都是 這個比較熟 這種生理酸性的一個肥料 所以這個滑下去 我們在中性 現在滑下去了 比較偏這個酸性 比這個酸性的時候 當然就沒有問題 所以你用這些東西都可以 不是說只有硫酸胺 不可能這些東西也是 這個你可以稍微來 稍微來注意這個操作 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 就是說你在操作的時候 大概會這樣的一個 這兩種方釋的方釋 都可以去 就是說 如果用肥料 我們盡量就往這個方面去調 但是硫酸跟 那個東西是一個比較穩定 就是說如果用硫酸粉下去 在一段時間 就慢慢慢慢慢慢 有一個改善 一個持續性的 一個改善的這個效果 我再過一段時間 再用 再過一段時間 再用 所以 這個大概 等我讓我們給朋友 稍微知道 基本上 基本上 是這種的 這個情形 提供給我們 就很少沒有 在這個改善 就是說 投用 但是如果沒有太嚴重了 如果說 你這個 這個 數字不是差很多 我可以說到7.5 都可以接受到8以上 可能的 要注意 要去想辦法 就是說 去用硫酸粉 因為你純粹用這個 硝酸 硫酸 硫酸 是說純粹用這個 濾化石來營的 這個有時候就沒有 那麼的 不可能 那麼容易 就是說 但是我們 尊公超 7.5 周游的時候 7.5 周游的時候 到7.5 這個吃 你可以用 肥料 我們知道 大概就是這樣 這個用肥料 稍微慢慢 改一件 這應該是 這個效果 會很 很可以的 這還不錯 基本上 是這樣 這個情形 這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 這大概是 處理的這個風險 可以朝這個方面 我們來做 這個 這個上次 是這樣 好 好 有 好 是 我 他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